这款是我们原来的F4525A贴牌之后的打烂器 然后贴牌之后增加了一些功能 给大家讲解一下 正常情况下发热器和接收器开机处于一个频道的话 就可以正常的收听 然后接收器的话信号显示满格 就代表这个发热器和接收器已经相互连通 第一个增加功能就是一键静音功能 就是说如果导游不想让游客听到这些讲话的话 可以短按右键 接收器和发热器都会显示这个差的符号 表示通信中断了 如果想恢复的话再次短按右键 就可以恢复通话 第二个功能就是对屏 就是发热器和接收器切换频道 这个跟原来测试是不太一样的 发热器的话是同时长按左右键 然后屏幕会闪动 然后按左右键切换调整这个频道 然后短按键切换频道 接收器的话是在关机状态下 长按加键和电源键 然后松开电源键 然后按加减后 然后短按这个电源键确定 第三个是无线的调节频道的方法 把这个适用于接收器比较多的情况下 同样是长按左右键 然后我们调整这个发热器的频道 然后我们长按 这次长按这个M键 这有个天线符号会一直闪动 然后我们接收器在这个覆盖范围之内的话 就会自动变成跟那个发热器一样的这个频道 然后再次短按这个发热器 M键 然后微服通话 再一个就是一键关机功能 这也适用在接收器比较多的情况下 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取关机 聚集测测测的话 是长按这个左键 大概按个五秒钟 屏幕会显示OFF 这是在附近的发热器 接收器都会同时关机 这样就不需要打油一个一个的 去把接收器关掉 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然后再长按这个关机键 把发热器关机 接收器 再见 - 可能 - 怎么 - 次 - 次